同樣的間隔 但它做了一房大一房的設計 因為它另一間房間就打通 做了一個書房 入門都是一個方形的廳 這裡就是沙發位 電視位 這裡有扇窗 這邊看回藍 看回山景 挺不錯的 桌面 放三四張椅子都沒什麼問題 睡房區分為兩邊 一邊就是放了床 睡覺的地方 掛上掛牆電視 而這邊就用了一個堂門設計 做了一間書房和醫務間的位置 都有足夠的廚藏區 這裡的窗網出去的景觀就會有很多 如果有客人來到 可以怎麼轉呢 就把這個梳化變成一張床都可以 平時做事就坐在這裡做事 陸室區都是用堂門 一個淋浴區 還有它也有窗 廚房就簡單站立 夠用 這裡也有一個露台位 不過我就不開了 發展商賣盤 連賣整個家具 基本上 你拿一個行李就可以進來住 330呎 668萬 你覺得值不值嗎